社交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不意得罪對方 但是你確實把對方給得罪了 哪兒是不喜歡社交啊 只是害怕失望而已 周圍的情緒是會影響你的 你求一個人呢 今天你會有一種內疚感 我現在確實覺得身邊的有一些年輕的朋友吧 好像社交焦慮這個事是真的 很多年輕的同事團建對他們來講是個負擔 微博有個話題 就是說不參加團建就是不合群嗎 很多很多的點贊共鳴 你看這個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說 說實上大家更加團結 有時候大家只是笑臉相迎 沒有辦法的辦法 然後呢 我應該我就是怕麻煩 不知道該怎麼說場面話 也有的年輕人說可能這就是社恐吧 就是容不進去 說團建像一場極為尷尬的大型社交 很多因為工作積怨已久 老死不想往來的同事 如今要坐在一塊往對方臉上貼紙玩遊戲 還有更多人 這也是一個特點 就是社交媒體一代人 他線上交流的時候表情包挖歡喜雀躍的 對吧 但是一旦面對面交流 馬上安靜如雞 一言不發 他們說村上春樹有一句話說 哪是不喜歡社交啊 只是害怕失望而已 這個話您能理解嗎 他們現在可能社交有目的 所以他就會有問題 我們過去社交真的是沒有目的 你說什麼都不知道去之前就連個事都不知道 為什麼去也不知道 今天可能說今天這個社交 你比如說團建那有個目的 那有目的去了 你目的如果達不到的話 那你肯定就很失敗嘛 我當然不能代表大部分年輕人 就是我身邊一些害羞的什麼到什麼程度啊 他就不是有沒目的的問題了 他是害怕表現失當 害怕不知道怎麼說場面話 害怕就是害怕被人家笑話 害怕在眾人面前出丑 害怕講話不合適不得當 冒犯了別人得罪了別人 他反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一種感覺去社交啊 這人年輕是不是落的毛病 比如他學校中不鼓勵他在大廳廣東之下說話 因為每個人是有性格問題的嘛 有的那個孩子 你看那個三四歲孩子都能看出他的基本狀況 所以很多人呢 那就是按照性格來 你性格願意多說的就成了班幹部 不願意說的你就成了班員是吧 那從整個這個社會的這個構成是這樣的話 當他融入社會的時候 他依然還在扮演他小學生那個角色 那肯定出問題了 這可能跟學校還真有點關係 就是不教育 我最近聽就在上海有一個學校的老師說啊 他說他們有一次去春遊 就是他們老師也覺得很激烈 小時候想想春遊多開心 是不是 前一天都睡不著覺 那也算團結呢 對 他說這孩子也睡不著覺 是為什麼呢 他說那小孩子夜裡兩點就起来了 就說睡不著覺 為什麼那麼激動呢 說因為平時根本沒機會和同學在一块玩 因為功課太多了 回家一個人做功課做到就睡覺 然後就起床 就是沒有在學校之外跟同學一起玩過 然後呢 大家一起出去啊 到了那兒一個大草坪 說那老師說玩個遊戲吧 大家說不會 哎是不會遊戲 什麼擊鼓傳花呀 什麼抓人啊 這些都不會 哎呦那老師覺得特別心酸 說現在小孩怎麼都不會玩了 再教他們 說學是學得很快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您說的年輕人這一代 是不是他們成長過程當中 有一点這樣 確實就是這種融入團體的 融入團體的這個過程沒有 我真的覺得看周迅 我又覺得他沒家呀 真的 他我每次看到他就跟身邊幾個朋友哈 怎麼玩 哎呦玩的那叫真自在 這個時候是你特別的開心的 還是說你這麼桌出來 為了讓大家開心 我覺得其實我不是一個 我覺得我剛開始小時候的時候 比如說其實我是一個挺害羞的人 但我小時候會有一種 就是到了人群裡邊 我就想讓大家開心 但是呢 我真的會有比較好玩的那一面 就所以那個時候就會比較表現出來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故意而為的 然後時間久了之後 就是會形成一個自然而然的一個呈現 那比如說我跟人接觸 我都是喜歡 我就全打開了 我就這樣 就是我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我也沒有瞞你 我也沒有要干嘛你 有些人呢 你還真的就是他行 你就不行 那當然 你馬爺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 而且有些人大家就喜歡看他行 是一般一般來說呢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 女性相對都比較封閉 真的在男性社會裡 我們今天我這麼一說男性社會 肯定會有人罵我 我們現在說男性社會是全球的一個文化特征 就你文明行到這會兒 它就是個男性社會 慢慢會向女性社會過度 過度到那會兒的時候 我們就變得比較自在 我怎麼覺得我跟這個小訊在朋友圈裡 好像男性社會對他來說不存在似的 對 那我現在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可能 不是我可能 就是我對這個沒有一個 因為可能我小時候讀的書也不多 對 然後這個對我來講不是一個限制 或者是一個 我知道這是一個男權社會 或者是就是那個女人就是會比較干嘛的 就是我不知道 問題是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的相處 其實我沒有分你是男人或者是我是女人 就是從可能從接觸的時候就已經沒有去分這個 你不分可以 但男性不能不分 我們翻過來說 如果她跑一堆女的跟前 她把她自個打開了 批刹打開 對 你把你打開你會有什麼後果呢 後果 這些女的背後說 文濤 這人不能再招她 說她這沒大沒小的 一點規矩都沒有 這就是男權社會的一個特征啊 就是當你陷入一個女性包圍當中的時候呢 你就不由自主的變得比較矜持 比平時矜持 這就是把自己稍微觀攏一點 好像我現在越來越意識到啊 有個情緒問題 因爲什麼呢 你比如說最簡單的 今天晚上覺得簡直碰見了個事啊 就過不去了 就過不去 好難過 可是後來你發現啊 這是個騙局 你知道嗎 因爲呢 第二天起來吧 事還是那件事啊 沒有改變過呀 你的困境並沒有改變過 但是也許第二天睡一覺起來 情緒變了 情緒變了 事都不叫事 所以我後來是慢慢發現就說 你所遇到的真的過不去的那個坎兒 它到底是不是有真實的 它到底是不是那麼真實 所以我現在就慢慢就覺得 好 等它情緒過去 也許那個事兒沒有那麼泰山壓頂 只是因爲我現在把它想得特別重 亞東您有這體會嗎 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緒 但是周圍的情緒是會影響你的 所有你周圍的一切人了 或者遇到的事情 大多數時候有的時候 本來我一天心情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一件小小的事情 你就會不開心 整個人就不會開心 所以我選擇就是 我盡量不要去看 比如朋友圈了什麼 你就不要去看 整個自己 對 因為看了以後你就會發現 你要不要說話 你怎麼說話 後來你覺得好吧 就選擇不要說了 因為情緒是莫名的 我本來挺好的 而且影響我的並非是一個多重要的事情 其實看似跟我無關 可是它就是會讓你心情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環境 像我之前 我前兩天在德國坐火車去柏林 那在那個坐火車去的路上 我們買的是一等座 結果找不到我的車廂 上去才知道 我們那個一等座的車廂沒有掛 壞了 沒有那個車廂 所有的人由一等座 變成只能站著兩個小時 那錯火了 可是所有的老外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一點點的 因為德國火車經常這樣 他們習慣了 那在這種大的環境下 我突然覺得 這個事情是可以忍受的 就是環境讓你把本來你可能不能忍受的東西 變得其實也是可以的 可是在我們這邊有的時候不太行 就在那個小事情上 特別較真 比如路上 開車啦什麼 遇到一點點小事就就會容易 打動肝火 路怒 對 就是會讓你 好吧 有的時候情緒 我覺得受環境影響特別大 社交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無意得罪對方 但是你確實把對方給得罪了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人說話的技巧 你可能說話不會說 你有這時候嗎 太多了 誰每個人都有 只不過你得罪人你有時候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把人得罪了你不知道啊 你可能若干年以後你才知道的 這都有可能 或者幾天以後你知道 你當時就追悔莫及呀 還有你 你有這寫的教訓嗎 這個社交 社交翻車的教訓 我倒是沒什麼寫的教訓 第一我這個不記得我有什麼翻車 第二我也不怕有什麼翻車 翻就翻了唄 對人一輩子不一定誰跟誰好 誰跟誰不好 情緒打擊 對對對 這絕對是老司機的話 但是我能看到這種社交情況 就經常是 你比如說我們原來出去啊 一些人那就說起來 咱不點名 點名是商人 就是 就是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出去 出去以後呢 因為你出去大量的這個行動中 有很多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我的態度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對社會地位越低的人 我越尊重他 這是一個人的最起碼的素質 就是說你對比你地位高的人 這個好是天經地義的事 你對比你地位低的人好 那就是你的修養 那麼那有的人就不會 不會那他就很苛刻的底下人 就是比如說他 就是他走的門 他沒給我拉門 就這種事 我從小都是自個拉門 人家給我拉門 我還都有點不好意思呢 他就細問這事兒 比如他呢 在當著我面 管我叫老師 背後直呼我的名字讓我聽見了 那人家背後交代工作的時候 沒必要非得叫你個什麼老師 對不對 人家叫名字是為了提高效率 每個人說我今兒來了15個人 我念一道名字 每個人都加上老師 這名字念著就時間就長 所以人家沒有不尊敬你的意思 但他聽見了 聽見以後怎麼辦呢 那就投訴唄 因為這有公安公司呢 叫投訴 投訴來投訴去 就死活投訴半天 最後投訴完天 是他那金主的女兒 非給投訴搓 人家說投訴完了 為什麼沒反饋 人家都沒理他 又投訴一遍 第二遍人搞出你別投訴了 那是誰誰女兒 又早不早說呀 我說這就是人的問題 那你要對那小二維碼的 他呢一天到晚在那待著那麼多人 冒著感染的風險 然後呢給你做工作 所以你要對人家高看 我看有很多這個負面的 就是有人在那兒 哎呦那哼啊 你跟人家哼什麼呀 有什麼可哼的 人家無非執行一個任務而已 對 所以每個人調整自己的心態 在社交中 如果你想 你想獲得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就是先放低自己 就我老說高看別人 低看自己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千受益啊 蠻招損的 真的就是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 比如說你說 哎呀我比你牛 我有社會地位 我比你有錢 這最沒用了 你什麼叫有錢呢 你有錢你給人家嗎 你也不給人家 我要是 比如我是看停車場的 是吧 你那個啊 有人我就親眼見啊 那巴那個內書還是 不現在是抓二維碼 無所謂 那時候就是給錢 啊 人家說11塊 再給人10塊錢 哎 人家收錢的人 人家還有賬呢 對不對 你為什麼少給你 為什麼不多給人一塊錢 要我 對 要是那麼小的錢 啊 這麼窮摳索什麼的 你你多的錢 你那麼大資產 你恰一塊錢嗎 他就是跟人家看不起人家 我說你要有本事 你給人家20塊錢啊 那9塊錢別找了 那算你有本事 對吧 就很多 我見過很多有錢人 就是對 別人的那種惡習啊 就是我就特別不喜歡 餐廳過去的 這個 泡堂了 對 服務員和客人的關係 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關係 對 您是來給我送錢的 對 就是他就會發自內心的來給你做服務 啊 但是 而 解放以後 這個關係就沒了 就是當家做主了 對 所以呢 才會有就是北京80年代 還有餐廳貼著 絕不無故殴打顧客 哈哈 哈哈 對對對 有這事 有這事 就是 這就 這就 讓這個 行業 就很難生存下去 但是呢 到了 現在 就是這個 又開始 就是 城鄉的差別 從農村來招待服務員 他拿了一個薪水 到這他知道做什麼 做各種各樣的培訓 禮儀的各種各樣的培訓 還有 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訓 比如說 比如說我去過一家山東的館子 那裡邊 他就給我 我只去吃過一次飯 他就給我發個短信 我是你的專屬服務員 你下次來再訂餐什麼的 就找我就行了 哎呀 後來發現這女孩就特別特別熱情 哥 哥 你在這個什麼 今天什麼最新鮮 什麼 咱家今天買了什麼 北方人不見賣 但是呢 我就是後來我就沒法去這餐館了 就不管我帶女同事也好 這個帶女朋友也好 帶侄女也好 只要去 他都會說 這個也不是嫂子吧 他沒記性 只有一個服務員 他把你 今天是哪個嫂子 過去解放前 這個就是餐館 其實是晚清以後 才開始逐漸發達的 在這個大都會裡 北京 他門口有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叫廖高的 他現在叫廖高 就廖看見出 廖望 你看 豆老闆來了 遠遠的就看見你了 他問題是 這個廖高的 他不是巧舌如簧 他也不是 這個情商有多高 情商肯定有高 他最重要的一個技能 叫記憶力 你只要來過一次 你上次什麼時候來的 因为什么原因 他都記得經常注意來 說 說 豆老闆 孫子快過滿月了吧 你上次是威嚇一聲 满月我給你辦席 招呼一聲就得 他都會有 他不會說你領一新女朋友 說 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 他肯定不能這麼說話 他特別會說話 而且那個話 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達到那個標準 比你低半格 他不給你低好幾格 你難過 他低半格 你是主人 他是仆人 這遼高的過去掙錢特別多 有記憶力 記憶力是可以賺錢的 因為他記性好 那很多人說 其實人家共總就去三回 說那餐廳我熟啊 我老去吃飯 其實那過去在餐廳吃飯 是不得了的 是 帶著客人一去 你看 豆老闆來了 又來了 你聽著就高興了 他跟你 所有的語言的位置 都特別好 這個一定是他們得有請教 這就是高級 高級馬屁 高級馬屁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看出來也不掉馬屁 我剛才去想這個社區概念 因為我小時候都在軍隊大院裡 你們那也算社區啊 他又很有意思 第一呢 大家都特別願意做無償的勞動 比如打掃衛生 就有人一喊 各家各戶 誰不出去人都覺得丢人 是是是 對不對 滅蚊子 對對 除刺害滅蚊子 打掃衛生 人都是拼命的出去 都是免費的啊 這裡有沒有矛盾呢 我們那孩子裡都有矛盾 但出去打架的時候沒矛盾 團結 我們是空軍男員的 跟海軍男員的 海軍男員 海軍男員的人也這個態度啊 他自己肯定也有矛盾 但是他出去跟你的時候 他又暴征一個團 你說他有什麼利益嗎 我想他除了有一個榮譽感 沒有任何利益 那時候沒有任何利益 但是絕對不會有一個空軍男員的孩子 站在海軍男員的那群裡 幫他回答 這就說明人性當中是需要歸屬感 他是一種安全感 也是一種保護 是吧 你有主持嗎 他說那個對 他是一種保護 比如說我們出去 被欺負了 我們一出去 我們這邊出去人多 每個人心裡都安定 就我們人多呀 對 那這邊一看 他們才來十幾個人 我們這三十多個人呢 就從正式上 他都有這種歸屬感 你要這麼想想 我現在還是熟人社會裡的人 就是我的安全感 不是你是誰都是 我的安全感 好像還是來自於 我有一圈朋友 對 覺得有什麼事啊 好像還有 總有人幫忙 總有人會支持你吧 對 今天的社會變得不幸 就是速度是加快的 你比如你在北京 你假如你到北京來 你舉目無親 有一個人給你領路啊 最好的 他是給領進一個旅遊商店 最好的結果了 算了你就不知道 還有什麼 對吧 那還算一好人呢 改革開放以後 我在這個就是 我那時候我在出版社嘛 那時候就是所有的就是 旅遊經歷都來自於出差 所以特別趁著年輕特願意出差 哪兒都看 我第一次到上海去 那時候都是公共交通 下了火車以後找公共汽車 也沒有什麼現在有各種方便的 那都沒有就是到處問 然後有一個人 特別的熱心的給我領到 我當時找那個上海作協 就是聚錄錄好像是 600多號是多少號 聚錄錄特長那個路 上海路都比北京長 沒人陪著我 一路特高興的 就給我領路說各種事 然後最後 到那個坐鞋門口的時候 他一下就把我攔住了 他說我問你個事 我說什麼事 他說你是北京來的 我說對呀 就已經能鬧明白 他說你身上有那個通用糧片 咱倆換換行不行 我後來我才明白 為什麼他這個陪著我 這麼熱心 因為糧片對我來說 我在那個地方 因為到招待所去 你的出差吃飯得交糧片了 你交的糧片和通用糧片 都是一樣的 你該吃一斤就交一斤 對 但是這個地方糧片 跟通用糧片價值是不等同的 所以他就跟你要換 對 那時候你會發現商業社會 會帶來一個東西叫利益 有利可圖 他就願意 那我們慢慢形成了 這種有利可圖的時候 那就變成無利可圖的時候 沒人去做 你比如說 有些時候你辦個事啊 就好麻煩 真的認識一個人 你就這太假 太有用 你不是說 儘管誰都批評說 醫院那個排隊 怎麼著 那換了你要是醫院裡認識一人 我也假設 這就是太省事了 可是呢 你又會發現呢 現在很多時候我都在猶豫 好像又不合規矩 不僅是不合規矩的問題 就是你要不要欠給人情 就是就說 這個你找了人家幫忙 哪怕人家不找你了 你還回去 那天我看網上一文說的挺有意思 就是你今天這個社會 本質上你這個賬怎麼算 好 他在一個城市結婚 親戚說送你一個三門大衣櫃 對吧 然後呢 這大衣櫃呢 是找這個火車 這個什麼叫鈴彈呢 是不是運來 還是說不用 我給你找一司機 找一司機都是哥們 都是朋友 司機帶他這親戚 裝著這大衣櫃 給他送來了 好 人情太大 送來了之後呢 他們家呢 就在庐山腳下 然後就是這司機說呢 沒去過庐山 第二天呢 還要陪油 陪著 上庐山 在這個 得吃一頓 還說第二天也沒在你家住 就我們連夜就回去了 最後他算了算 比火車一倍 貴三倍 而且呢 你永遠覺得欠 欠著他的 對 馬爺你現在求熟人 幫忙 是個什麼心理 我覺得 就很很痛苦嘛 你看我沒求過你嘛 哈哈 我求您了 就是人求您 不要說 不是 就是 你求一個人呢 今天你會有一種內疚感 尤其像我們這樣啊 就因為我還有一個年齡 就我年齡比較大了 然後呢 你還有一個假象的社會地位 然後你去求人家 人家就有人辦不成的時候 他會特別努力 特別努力 他交代不過去 弄得你還很痛苦 所以呢 每次都是會試探 就是 誰有什麼個路子幫什麼 我們今天確實是一個人情社會 就是你沒有這個路子 你很多事就死活都辦不成 結果突然你找到一個人 很簡單就把這個事辦了 對 那所以你就被迫想相信這個熟人社會 相信我怎麼信任你 過去那種生人之間的信任 就是丟得一乾二淨 我就講了一個事啊 我剛才你們講這個生人熟人之間 我忽然就想一個事 我想我結婚都三十多年了 就是我 我老婆那時候剛跟我結婚啊 那時候她自個去杭州 去杭州呢 到杭州以後呢 她要去到林隱寺進去拜佛 她拜佛的時候她比較信佛呢 她就說我身上不能 第一不能帶錢 第二不能帶什麼 就什麼都不能帶 然後她就把一個書包呢 把她的錢包 書包和身份證件什麼 就搁到這個書包裡呢 就是她路上認識的一個人 她給了這個人 她說我進去拜佛你等我啊 她一進去呢 比她想像的時間長 大概有兩個小時才出來 那人還在路邊等著的 你今天先別說有沒有這人 今天誰敢了 幹這個事兒 你根本不認得這個人 就不認得就非常信任 那時候那個社會 這時候我說 就大約30年前的社會 是如此的信任 如果不是一個 如此信任的社會 他也不會去做這個事兒 今天有沒有這種人 我想依然有這種人 但是沒人做這件事兒 人有的是 都敢給 我既然給你我就敢 但是人家不是 假設你 誰都不認識你 對呀 咱們在座的人都會在那等 兩小時 但是誰會信任你呢 這是有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潛在的 一個假象熟人社會 是特可怕的 我告訴你是什麼 我們說的不是一個領域 是一個事兒 千萬不要誤認為是一個領域 比如一個班主任 所有的學生有群 40個學生 這班主任遇到一個難點 他就發一個什麼 誰有辦法解決 馬上有個 這是假象熟人社會 因為那個家長有求遇他 然後這個孩子就問他 說我們老師 要找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誰來幫忙 突然就有一個家長說 這時候我能解決 你說這叫什麼社會 這假象熟人社會 他不是基於情感 他還是基於交換 對 我給你辦個事兒 你對我孩子好一點 交換是公平的也好 我們的交換是公平的 買賣就是交換公平 它是一個非公平的 特權的 就所謂權力尋租 對 權力尋租 不要以為只是我們的很多官員的 腐敗的權力尋租 我告訴你最簡單的權力尋租是什麼 就門口看門那大爺 他也有權力 你找他 他不讓你進 他讓你等五分鐘 他可以不讓你等 或者等三分鐘 他讓你等五分鐘 五分鐘以後他不來 他就是權力尋租 他獲得什麼好處 什麼好處沒有 他就難為你一下 他心裡就高興 因為我在這坐著一天一天 我沒啥事 要那個存在感 存在感 所以你經常會發現這種事 所以說還是善待別人 對吧 至少保護自己 有的 你聽完嗎 是ári 影音 redemption